我实名举报河南顺义公司幕后实际控制人杨栋涉嫌骗贷罪,职务侵占罪,挪用公款罪,向郑州银行受信贷款提供虚假资料,一个没有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编造资产,伪造法人股东身份信息,虚假包装,与银行的人内外勾结,财务报表造假,伪造了三年以上的银行流水,勾结银行内部骗取受信贷款, 私自违规以保证金的名义收取客户的钱财,造成大批抵押贷款客户要多偿还抵押贷款以外的10%到20%的钱,涉案金额高达9000多万,并且把在郑州银行的风险保证金提取出来,不翼而非,造成公司法人股东担保人上千万的重大损失, 同时扬动在郑州银行管辖支行部门四笔贷款业务,受信总额10个亿,全部都产生不良,但是却能够逍遥法外,在外随意挥霍钱财,经多方反应告状无果,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及有关部门能为我主持公道,揪出幕后的保护伞,还事实一个真相,还我们一个清白。 谢谢大家